很多同学画台阶都是这样画 这不是埋没了你的才华吗 先别着急画走给我一分钟 你也能画出一张超级好看的话 咱们先画出尽快远转的小红线 注意控制一下线和线之间的距离 真正看这里呀 像傲师一样用竖线画到距离底一半 再把横线按照之前的方向和长短补充出来 接着呀用斜线连接一下 简单吧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左右两边的楼梯啊 我暂时没有画完整啊 比待会呢我们要在左右两边补充一下植物 咱们每一层台阶底下方也就是立面的部分颜色加深 这样台阶的立体感就出来了 近处的颜色呢咱们画的深一点 远处呢浅一点 画面的空间感就会更好 当然呢我们也可以用小擦笔阿柔擦一下 让颜色更加的均匀 上面空白部分呢咱们只需要用笔的这个侧峰啊 轻轻的蹭一点颜色就可以了 好了 接着绘画